我是怎麼會這樣子 請問這個是在膠胚嗎 你看過烏龜膠胚是這樣子喔 你沒有看過嗎 我還真沒看過烏龜膠胚 不是啊 吃東西 不要在那邊 好笑 哇塞 太好吃喔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精華 精華是什麼 什麼精華什麼精華 這個湯 湯嗎 你趕快喝 收音收音收音 我不要 我要戒死 哎唷 好甜喔 哇 筍田宮 不對 今天不是要來走廟宇 先來找老闆 老闆 請問你在幹嘛 胃吼啊 無愧是這樣講嗎 是這樣嗎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無愧不是會這樣子 請問這個是在膠胚嗎 對啊 你看過烏龜膠胚是這樣子喔 你沒看過嗎 我還真沒看過烏龜膠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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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 真的啦 哈哈 幫你 嘿 今天要來到了 第二個漁港 這個季節就是要來漁港 吃海鮮 欸 距離上一次我們去那個什麼 大溪漁港 哇 夠很久了耶 嗯 沒錯 我告訴你今天 因為我們現在到了秋天 秋天就是要吃什麼 那個 螃蟹 秋蟹 秋天就是要吃螃蟹 然後外加我最近有 就是找到另外一個 好像可以來吃吃的東西 什麼東西 海膽 哦 蟹剖海膽你吃過嗎 嗯沒有吃過 我肯定不多說 直接go 不是不是重點是老闆 還沒開場 對啊 我希望開場 哦 好 那你站這邊好了 我靠腰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囉大家好 我是蘭西芸 我們今天來到的 貴后漁港 哇塞 哇塞 在基隆嗎 貴后算是基隆嗎 偏不靠萬里 好像還是萬里 萬里要吃什麼 萬里蟹 聽說萬里蟹是 那個什麼花蟹的一種 但我最近有看到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有一種螃蟹長的跟花蟹很像 但是它吃一個可以死超多人 蛤 什麼意思 它長的跟花 它的殼跟花蟹長得很像 但是它有毒 你平常去給它夾到碰到它 你都不會死 但是你只要吃它的肉 就一定會死掉 這麼陰險的螃蟹喔 新科夫 真的喔 對 我最近新發現 那這隻咧 這隻咧 這個 這樣就花蟹啊 這就花蟹喔 對啊 不知道今天我們有什麼生蝦可以吃 我想吃生魚片 我想吃生蝦 然後非常不多說 我們直接進去吧 GO 欸 陶哥 今天天氣其實真的有點冷欸 有點冷欸 對 今天真的蠻涼的 而且 欸 你是第一次來這個地方 我第一次來 我也是第一次來 以前就是 撒小啦 怎樣了 你也第一次給我 真的假裝 真的假裝 還好今天天氣還算不錯 哪裡不錯啦 很廣欸 結果就沒有下雨啊 你看我們上次去那個哪裡 熱的跟什麼狗一樣 我的牛奶今天有點需要保溫 嘿嘿嘿 牛奶是啥小 牛奶要保溫 海鮮要冷藏啊 喔 好 沒事沒事 這樣蠻浪漫的欸 這樣蠻浪漫的 喔 真的欸 可惜我跟一隻烏龜出來 好啦 走了 蛤 走了 蛤 走了 喔喔喔喔喔 來了來了 就是這個嗎 你看這裡的那個 中繼四季 欸 很多很多螃蟹 老闆 這我們平日來太多人了吧 對啊 現在平日欸 看到了 看到了 一顆150 喔 真的喔 現骨的喔 喔 真的欸 很香 哇 好多螃蟹喔 哇 真的全部都是螃蟹 這就是三點嘛對不對 屁股有三個點的 對啊 啊 花蟹是旁邊這個喔 對 啊 所以現在是 就兩種螃蟹比較多囉 我看他就買了 那我就點了 哇塞 欸 老闆 這邊青一色都長得很像 好多間都在賣欸 妳現在是怎樣 目標是什麼 我有點想吃沙門 欸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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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虾欸 一斤一圈而已 妳要賣給我吃嗎 迷虾 老闆 我們逛到尾巴了 他其實不長 對 我決定了一件事情 現在我們來到萬里 我們就吃萬里切吧 我們就吃宅爹耶 好啊 沒問題啊 你敢摸他嗎 對 聽說這個很兇欸 真的假的 對啊 他嘴巴會尖尖喔 他很胖喔 很兇 真的假的 我下次找影片給你看 他吃東西超兇的 所以他會咬我是不是 我不知道他會被咬你 這隻感覺比較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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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母 這個比較有蛋 本母 本母 不是水母 本母 喔 這個比較有蛋 對 這個比較有蛋 這個怎麼賣 烤家想吃有蛋的是不是 對 那你可以買一隻有蛋的 然後再買一隻 這兩個都沒有蛋嗎 喔 不一定會有蛋 不一定會有 花蟹跟三點蟹差在哪裡 花蟹的肉比較Q 三點蟹的肉比較爛 但是現在是三點蟹的WG 它也是蠻甜的 但平均八成的客人都說 花蟹比較好吃 喔 我告訴你 這好像是劍水 這個 對 喔 喔 那為什麼我要特別講嗎 為什麼 我們一般看到的劍唇 是白色的 喔 對啊 為什麼 是沒有經過處理過的 喔 喔 那個是原生 喔 原來的樣子 所以這種劍唇超好吃 哇 這 河豚嗎 對啊 好可愛喔 真的耶 真的還假的啊 海鮮嗎 對啊 應該是真的吧 OK 這可以吃嗎 應該可以喔 這間嗎 好 這間啊 就這間 它很多耶 對啊 你要不要看一下這邊 它有那個耶 整個綜合 你看它這樣才300塊而已耶 還蠻便宜的 超級 好 我在這邊等生魚片 然後那個陶芭呢 好去後面買那個什麼 小干貝的 謝謝 喔喔 被發現了 被發現了 被發現我在拍它 真的嗎 真的嗎 要不要給人家偷拍 偷拍妳在幹嘛 買那個啊 這個東西超好吃的 因為妳吃小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 櫻花蝦 然後加花生加小魚乾 妳有吃過這個嗎 好像有吧 因為她小時候應該家裡都會買 很適合配啤酒 很適合配啤酒 這是補蓋 嗯 金燒燒不辣 唉唷 來了陶芭 喝滴香 我告訴你 剛剛 額外看到一個我覺得 好像還不錯吃的東西 不要在外面 我沒有什麼吃過 它就是傳說中的飛 這一個嗎 對啊 哇 真的蠻酷的 很酷耶 因為我剛剛覺得它長得很特別耶 然後我想說我平常好像沒什麼看過 然後這是劍筍 對 這就是真的是現撥的 我告訴你 現撥的劍筍它就是綠色 喔 劍筍本身就是綠色的 那是因為我們平常吃有加工過 所以那個劍筍都是變不白色 綠色的劍筍它吃起來特別脆 喔 特別香甜 然後很難賣 那平常看不太到啊 真的很難賣 但介紹一下旁邊那盤400塊的 喔 400塊 我們買了 重合的 鮭魚 然後旗魚 然後鮭魚 然後這個 蛋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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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吃劍筍 等一下等一下 就是這個是不是 這個 我也來吃看看 一定要吃吃看 來 觀眾先吃 它就是臭脆 我們通常吃的白色劍筍 它會比較軟一點 它有點像 乳筍的那種口感 口感像 但味道不一樣 沒有像乳筍那麼重 對阿 好好吃喔 哇賽 這個蛋我也沒吃過耶 這個我也沒吃過 怎樣 用什麼臉 好好吃喔 真的假的 這個 哇 各位看一下 這個蛋 哇賽 好奇怪的口感喔 它就是魚蛋 脆脆脆脆的 然後重點是 它中間有 一個膜 沒有什麼東西 對 會黏在一起 QQ的 滿好玩的 其實它可以越嚼越香耶 太舒服了 是不是耶 它有一點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這可能我之後 我遇到我會再點耶 然後跟大家講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就是 排蛋 就是這麼寂寂的東西 過了 所以 算了 它有一片 400塊 超便宜 我們來算一下它有幾片好不好 20 21 23 24片 平均影片都是好 100塊 平均影片可能10幾塊啊 可能螃蟹來了 喔 它們這個姿勢是怎樣 準備備吃 它就是萬里錢 然後就是 沙姆 喔 好喔 有點興奮喔 你看這個老闆今天這個 洋溢著幸福的表情 呵呵呵 我跟你講喔 應該是平日 人 就這麼多了 所以 各位 來的時候真的要進一條時間 架熱應該爆炸 沒有啦 等一下 魚片OK嗎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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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我覺得我要先試一下 我們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拍螃蟹 我再來拍好不好 沒有啊 那你不要那麼慘忍啊 旗魚嘛 對啊 哇塞哇塞 不要太過分喔 對啊 你說這是你喜歡的喔 欸對啊 啊你想吃嗎 想啊 啊我先幫你吃囉 你 你現在不能吃喔 好喔 因為你也會吃呢 你先幫你吃 好喔 來來不要說我對你不好 來 沒有沒有沒有 哎呀這怎麼好意思 你走進來不好意思我就先吃了 欸欸欸 怎麼了 等一下啦 幹嘛啊 沒有啦我 我那個 就是 怎麼了 就那個 你不慌喔 趕快去啊 加減吃一下 好啦你先吃啦 好啦你先吃啦 好像不是在那邊 之前在那邊跟我講工作為重 然後現在 唉唷你先吃什麼 這個是 萬里蟹 花蟹 應該都來到萬里了 就應該要來吃一下萬里蟹 你的螃蟹才滴汁耶 鮮甜啊 很新鮮啊 那個臉 你那個臉 老闆現在正在專業播 等一下來看你成果啦 好啊 不然你現在想扮演一個嫌妻良母的角色吧 哈哈 誰是我的孩子嗎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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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我要喝奶 我們等老闆播完再來看 這隻螃蟹的量到底有多大 各位觀眾 哇賽 這是半隻螃蟹的量 喔幾乎有半碗了耶 那你吃吃看 我用心涼果鍋的 這麼好喔 哇很甜耶 很鮮甜對不對 很鮮甜耶 這個是我們鍋瓜蟹的半 所以我們等一下再來看一下 另外一個是 大餐 好 好我們今天 試一下這一個吧 OK 幹嘛你想他在看我把這一碗剝掉 對啊我覺得我很好奇 怎麼這麼厲害 因為我平常不會吃螃蟹的 所以我都很好奇 螃蟹到底是怎麼吃 各位今天幸福期耶 這個老闆首播的 沒有啊我們做人不是要互相嗎 欸怎麼了 我要幫你剝另外一邊是不是 沒有啊幫我剝另外一隻 喔 好我等一下盡量 我也沒有剝過 感覺蠻好玩的 不好意思啊各位我先吃啦 來這隻螃蟹的最後一口 沒有還是我要留著 你要幹嘛 我要跟沙姆的兩個蟹肉抱 好喔 所以我們現在要準備來解鎖 解鎖這隻有蛋了 喔 有蛋有蛋有蛋 真的有蛋耶 哇嗚 欸而且 他直接幫我分一半 喔真的耶 哇妳可以直接剝了 哇嗚 超好吃喔 哇嗚 這個比較好吃還是 不一樣的 對 味道完全不一樣 這個真的是好扎實 欸我發現妳的那個做指甲來挖好像蠻方便的 所以有些人在講說 妳這樣有辦法做事嗎 妳這樣有辦法吃東西嗎 哇塞 怎麼會沒辦法呢 一樣再來半隻螃蟹 然後其實我蠻想吃鱘的 可是不知道是不是季節的問題 因為其實我不太知道螃蟹實際的那個季節到底怎樣 好不好 歡迎螃蟹搭人底下留言 還有 大小差的有點多 對啊 這蟹肉量差的有點多 然後來看一下 真的不能酸 對 所以就是 還是差的有一點 對 花蟹肉比較多 它這個蟹肉比較扎實 喔 對我們剛剛 我剛剛剛剛撥下來的時候 這個肉真的是扎實非常多 你可以吃一看 看它的差別在哪 是不是花蟹吃起來比較Q 然後 那個 這個吃起來比較扎實的感覺 都好吃 對 但甜味來說好像花蟹比較甜 我也真的覺得 一個覺得好像就是讓人家來吃飯 對 我自己是這樣子的 已經吃完了 現在我可以吃我的花蟹棒了 欸 真的很甜耶 特寫花蟹棒 不是啊 吃東西 不要在那邊 好笑 哇塞 好好吃喔 超級好吃 可是我們再加一隻那個三點蟹來吃一看 你很痛是不是 結果老闆受不了了 叫我又來點了一次 帶來點一隻三點蟹 因為之前吃都是同一個品種 然後一直吃 沒有做一個品 比較 對 沒有比較 然後想說 它那隻都來了 我們就來做一個比較吧 OK 對 哎唷 停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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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超大隻的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精華 精華是什麼 什麼精華什麼精華 這個湯 湯嗎 你趕快喝 收一收一收一 我不要 我要吃 好甜喔 你喝一口 你喝一口 好鹹喔 就很甜 又要開始了 今日的最後一隻阿蟹 你知道你為什麼今天可以不用剝螃蟹嗎 怎麼說 不過螃蟹其實手上都有味道 好 這樣變螃蟹相機好像不太好 原來今天是相機救了我 那不然你以為你今天可以不用手 我以為我今天是幸福企業的員工 我以為我今天是幸福企業的員工 如果你手上那台相機的話 你今天沒有這麼幸福 要吃是不會自己剝什麼事啊 水啦 幸福企業 喔 好大根喔 超大根耶 你臉還大根的感覺 有可能耶 它超常的耶 對啊 有嗎 對啊 有啊 超大根的耶 哇靠 好 我們一樣等老闆剝完 然後來看 這隻螃蟹的量 真的嗎 我覺得三點餡沒有再酥的耶 它的肉質也超多耶 超多耶 我其實不知道自己的 發現我用剝的 你就可以感覺它的肉質大概是怎麼樣 Yup 每天吃原味好吃 它肉質蠻細的 但是 我今天三種腸蟹水餃 我會去滑蟹 還是一樣 嗯 因為滑蟹吃起來比較 真的比較Q 來吃看看幸福企業播的 好像真的耶 那個比較好吃 哪一個 滑蟹 滑蟹嗎 對啊 還是大家有什麼比較 厲害其他的 對 可以推薦的 大甲蟹我是真的人生都還吃 你不愛吃這個糕啊 我會覺得那個是個腥味 它跟雞弗呢 雞弗我敢吃吧 雞弗沒什麼味道啊 那你有覺得什麼 東西很腥味 是可以跟那個螃蟹的名字 有沒有可以形容一下 讓我理解一下 可是你都喜歡吃這種腥味的東西啊 所以我很難 跟你形容啊 你都吃什麼豬腦 然後有的沒 都會有腥味啊 我怎麼有腥味嗎 有啊 你都覺得好吃啊 鴨仔蛋啊 什麼的啊 你要我怎麼比較 我只能用一個比較幾啊 就有青椒味啊 這樣你大概就能懂了 可以吃了可以吃了 唉唷 喔 好香 OK 綜合以上 今天 吃了 龜虎湖港 我覺得 這個魚港 其實滿小的 喔對啊 它沒有像我們之前去那個 好像還可以逛 對 然後再來是它的 就是 樣式好像也偏少 主要就是來吃螃蟹而已的感覺 對 然後我覺得樣式其實偏少 其實有點小可惜 然後我們今天綜合評比了三種螃蟹 第一個就是花蟹 也就是我們的萬里蟹 然後第二個是沙母 然後第三個就是三點蟹 我覺得花蟹它就是三種螃蟹裡面 我覺得真的是最Q彈 然後最鮮嫩 然後它的殼也比較薄 然後也比較好剝 比較好入手的一個蟹種 沙母的話就是吃它的蟹膏 我會覺得 三點蟹我覺得它的肉真的是有一點點 它肉也很多 然後一樣可薄 然後但是它的缺點就是你在剝它的時候有一點刺 因為它那個尖尖的特別多 它的肉質的話偏比較軟 綜合今天我們還吃了什麼 蛋蛋 魚卵 然後生魚片 然後跟那個 漸筍 對 來總結 你今天最喜歡吃 選前三名好了好不好 花蟹 然後蛋蛋 跟 漸筍 跟我一樣耶 真的假的 我也是完全這三個 然後其它的話我們就 不哆嗦了 當然還是可以來這邊吃一下 因為畢竟萬里最有名的就是萬里蟹 好啦 再約一天大溪了啦 好啊